作为第一家通过空白支票公司结议上市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近期迅速过变全球的Lucid被视为是电动汽车行业领头羊 特斯拉的强有力竞争者 但SEC向Lucid电动车公司发出传票的消息出来后 Lucid的股价短线下挫19% 这家公司为什么会这么火 接受监管机构调查的它到底该何去何从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Lucid由特斯拉前副总裁兼董事谢家鹏和甲骨文前高管温世明于2007年创建 这家公司还有很多来自特斯拉的前员工 Oco Tesla Model S前首席工程师Peter Rawlingsson 特斯拉的前生产副总裁Peter Hawke-Hodinger等 Lucid目前是一家美国电动汽车制作商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瓦克 Lucid目前的最大竞争者是特斯拉 虽然目前Lucid的产量、交付以及充电装束都远远不及行业龙头特斯拉 但是多家大型机构都认可了Lucid的能力以及潜力 不管团队还是技术体系 Lucid身上都有特斯拉的影子 早期 RT EVA的定位并非整车公司 而是研发电池包和电池管理系统BMS等动力技术 供应给其他电动车公司 包括向Formulate E赛事的赛车提供技术 2016年10月 RT EVA更名为Lucid Motors 转向制造整车 从技术层面看 Lucid的多个数据都超过特斯拉 例如Lucid Air Grand Touring版的EPA续航达到832公里 高于已经量产的特斯拉Model S长续航升级版 EPA续航为640公里 洗脑汽车产业中 特斯拉的挑战者众多 但只有少量企业被认为具备实力 而Lucid更是被认为是最具实力的一个 Lucid是市场上唯一一款 在续航里程、马力和其他品质方面 都能与特斯拉产品相提并论的电动汽车 Lucid正投资扩建 其位于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先进制造厂 以及内部直销和服务网络 目前Lucid EMP1年产能力为34,000台 在扩建后工厂总产能将达到9万台 12月7日 各路消息称 12月3日Lucid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传票 SEC要求Lucid集团提交其余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Churchill Capital Four合并交易有关的文件 再加上Lucid的近期热度下跌 美联储利率决议时段 它的股价受到一定冲击 长线仍然看好被誉为未来电动车领路人的这家公司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